你马上就吃出那味儿了 那么这个猪肉的这个腥骚啊 这味儿怎么去处理掉呢 苏东坡就琢磨呀 用各种佐料去褶它呀 好好去做呀 就做出了美味东坡肉 就是我们的红烧肉 当时苏东坡还写过一个 著名的猪肉送的 他说黄粥好猪肉 价贱如泥土 贵者不肯吃 贫者不解煮 早晨起来打两碗 宝德自家君墨馆 这是他当时写的这个 有著名的这个发帖 有功夫 你们网上搜一搜都能看到 这猪肉跟羊肉比较起来啊 这猪肉确实有点问题 有什么问题呢 他这问题啊 是他不能多吃 你比如咱们举个例子啊 你要去吃涮羊肉 你涮上一斤羊肉 你吃的多撑 你一会儿都消化了 你要涮一斤猪肉 你吃下去试试 你不得病就算你身体好 那为什么解放后猪肉 给排到第一位呢 就是因为猪肉不能多吃 猪肉肥腻 那时候我们小时候去买肉啊 到这个富士店去买肉 买二两 来两毛钱猪肉 给你切一刀 那么薄薄的一片二两肉 回家全家就吃这二两炒菜 这猪肉的肥腻呢 就不绝的了 因为你不能吃啊 不给你那么多吃啊 那么牛羊肉 因为你能吃啊 给你二两羊肉 你跟没吃一样 所以那个羊肉的吃的量就大 我记得啊 这个改革开放以后呢 就慢慢的流行呢 开始大量的食肉啊 就生活改善了吗 有成果了吗 吃肉 这吃肉呢 先流行吃涮肉 涮羊肉啊 过去一年吃不上一回的涮羊肉 后来天天吃 它不流行烤肉 为什么呢 这个涮肉相对烤肉来说 还文明点啊 在全国各地的大街小巷 一到这会儿 到处都能看见 左手拎着啤酒瓶 右手拿着烤串的人们 聊天 畅饮 有时候还影响别人 这一点不好 晚上吃烤串的人 一定要注意 不要大声喧哗 那么在这个吃吃喝喝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想过这啤酒和烤串 到底有多久的历史 我想每个人啊 吃喝的时候 很少去考虑我们的饮食文化 很少有人去追寻我们的饮食的历史 我们今天就聊到这个 我们先说什么呢 先说烤串吧 我们今天啊 以中国菜而论 我们的烹调方法是逐步完善的 我们今天的烹调 甚至比我小时候的烹调都要复杂 你比如我吃过那个低温牛肉 所谓低温牛肉是什么呢 你手也不能摸 它大概六十多度 慢慢的长时间的 据说得五六个小时 才能把这牛肉做熟 这牛肉上来以后是什么样呢 是淡粉色的 这在历史上都是没有的 我们历史上谁能控制温度到六十多度 弄五六个小时吃上这块牛肉 但今天新的各种五花八门的烹饪方法 让我们品尽中国美味 那么烹饪的方法中啊 有各种各样的方法 比如我们说煎和炸 是吧 煎和炸的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要过油啊 对不对 这过油啊 我们显然煎是油少啊 这个炸就是油多 但这个出现都非常晚 因为我们真正能够大量的使用油的历史呢 是很近的历史 那么煎炒烹炸啊 这些烹调技术都不是古人自古就有的 我们古人最早的烹饪技术就两点 你记住了 一个叫烤 一个叫煮 这简单吧 把东西啊 吃的东西搁水里把它煮熟了 这就吃 再有一种呢 就直接放火上烤 什么东西能放火上烤呢 肉 古人呢 管这个啊 我说这古人是好几千年的人 好几千年前的人 他管烤串叫什么呢 叫炙 这个炙这个字啊 就是西洋的西 多加一点 底下隔一火 多少有点像针灸的灸啊 针灸的灸上面是一个酒 长久的酒 底下一个火 那么这个炙啊 到了东汉的时候啊 按照说文解字的说法呢 这个炙的意思呢 就是从肉在火上烤 这说的很清楚 炙和酒这两个字啊 不仅字形 多少有点相像啊 意思也有些相像 你比如我们说针灸 这个针呢 就是针刺啊 我们都知道中国的 非常神奇的银针啊 没扎过的最好扎也回去啊 扎的你那穴位上很麻 那么这个酒呢 我们今天都是用爱酒 用爱条 是吧 点燃了以后啊 去在你的穴位上啊 这个熏烤 我曾经讲过啊 这个酒 在你这个位置上 在我这个胆结石 剧痛的时候啊 即十秒钟 立刻让我缓解 关于智 经常出现 因为它古老啊 成语都是古老的语言嘛 叫炙手可热 不能说酒手可热 不能说啊 炙手可热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离近他的时候 这感觉非常烫手 他的历史的本意 是指这个人的地位 非常高啊 尊重啊 那么再有什么呢 比如我们今天说 这个盛饭盛菜啊 叫蚕羹冷制 你看 这个词很有意思啊 蚕羹 羹是什么 煮出来的 汤 冷制呢 烤出来的 所以蚕羹冷制 就是盛菜盛饭的意思 古人的盛菜盛饭 快是指 切细了的鱼啊 肉啊 快制人口 这个 这个制呢 就是烤嘛 就是烤肉嘛 所以我们今天啊 这个把 写的比较好的诗文等等 被别人称颂的 就叫快制人口啊 这个意思已经跟 吃好东西完全都不一样了 曾经啊 我曾经做过一个 很短的那种小视频 叫官复羹羹啊 里头说过 中国古代的各种刑罚 我说过一句话 我说中国最早的 刑罚中啊 都跟我们的烹饪有关 烤我烧我煮啊 全是这事啊 一开始 人也没什么思路 折磨这人 就拿烹调的方法 那么我们再往前 去去找找证据呗 说话总得有证据啊 长沙马王堆汉墓啊 是1971年 我们国家挖掘的一个 大型汉墓 这个大型的汉墓中呢 出土了大量的简读 就是文物记载嘛 它有文字 有什么呢 它记载的啊 关于这个质啊 它既有牛质 那显然是烤牛肉 牛肋质 那就是肋骨这牛肉 有这个屎质啊 这个屎就是猪啊 我们不说过 马牛羊鸡犬屎 这个屎就是指的是猪 还有比如有鹿质啊 还有质鸡啊 等等等等 这个质肉啊 咱们现在就干脆说白了 就别说这个骨字了啊 就是烤肉这事啊 用这个木签子 竹签子 铁签子 穿在一起 在小炉子上烤呢 那就比较简就 考虑我们今天啊 都是用这个金属签子啊 钢签子 铁签子 签子在这个 这个烤炉上烤 古人呢 一开始没那么好的金属 一般情况下 都是拿木签子 或者竹签子 插着它去烤 这个在汉画像砖上啊 画像石上都有表现 这个我们今天这种 能找到古人烤串的正物啊 在汉代是非常流行的 我们在这个古代的陪葬物中 汉代的发现呢 比如马王堆汉木中 就出土的这个肉串呢 都是有食物 保存的还很不错 看得很清楚啊 这种肉串 宁夏的木啊 你知道一到西北地区 出土的文物往往都特好 因为西北比较干燥 它出土的那个肉串 清晰可见 那肉块还清晰可见 那么两千多年前啊 我们就已经有了 专门烧烤的烤炉 那烤炉有多么精美呢 你没看见 你都不能想象 我们今天满大街的那个 那烤炉实在不怎么美观 就有一铁槽子 是吧 长长的 然后里上搁上碳啊 然后又块架在上面烤 两千年前啊 我们的南岳王啊 这个赵胡啊 这个在他的这个墓中啊 就出土了烧烤炉 出土了几件呢 出土了三件 可见他这人特爱吃烤肉 他为什么爱吃烤肉啊 南方人好像跟北方人比起来 北方人愿意吃烤肉啊 烤肉是一个比较野蛮的吃饭方式 你想想这肉拿来 直接搁火上烤 他说相对来说都比较野蛮嘛 南方人为什么愿意吃呢 这南岳王 是因为南岳王根本就是北方人 这个赵胡啊 也叫赵木 他的爷爷赵驼啊 华驼驼驼驼 他就是河北人 河北人当年呢 秦政府呢就派着他去了南方 这老头一到南方 不是适应南方 不愿意回来了 但是还是思念北方的饮食习惯啊 所以就做了这种青铜的烤炉 这烤炉很有意思 方的带环啊 带环是为了隔热比较好拎着 四个角翘起来 为什么四个角翘起来呢 防止这个烤肉的时候滑落 东西做得非常优美啊 我都想今天我们要复制这样的炉子啊 肯定大受欢迎 不老说文化创业产业吗 将来我给你复制一个啊 那么这种烤炉里头一定是置于红炭的啊 用炭炭烤 这个古代的烤肉啊 往往是大串啊 你从这个汉画像砖上能看得很清楚 我们现在烤一般都是小串啊 所以有个词叫撸串 把它撸下来就吃 我当年啊 去新疆 那时候就特愿意 吃烤肉 到了新疆啊 这个不吃烤肉是不可能的 不吃烤串 新疆的烤串呢 有大串和小串之分 什么叫大串啊 那大串可跟我们 城市的这大串完全的不一样 有这么长 一米长啊 一米长 那个一块肉啊 跟核桃那么大 那么大一块肉 整整一串 这大串 这大串怎么烤呢 它直接就在地上烤 在地上挖一坑 里头都是碳 上面架着 大串搁到上面 烤得滋滋的流油 就是咱正常人啊 那时候人能 比较能吃啊 能吃个两串 大概啊 今天我估计 五个人能吃一串就不错 这小串呢 就架炉子烤了 站着在那烤 我去的时候啊 那朋友带我去 一去啊 就吓我一跳 一进去说 咱吃什么呀 我一看这小串 第二个有意思 吃小串 上去他就说啊 给我来三百串 我一下子愣了 我说啊 咱要多少串 说三百串 我说那吃得了吗 吃得了一人就能吃三百串 你们是没见过新疆那小串啊 那有意思 第一 签子极细 极短 肉极少 我都不知道 它怎么穿上去的 一百串就这么一掐 一把抓着 跟头发似的 哗哗哗的 靠 一个人吃三百串 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 所以在新疆 吃烤肉串啊 就这数量和这感觉 超过了内地 但到了内地 它就为了适合这个市场 它穿的大了 它为什么把那肉串 穿的比较大呢 省事啊 你想啊 一个人上来吃三百串肉串 光穿起来多的功夫 多少钱 所以那种小串吃起来 特过瘾 拿在手里攥着啊 有数量感 在新疆的这种集市当中啊 人是边弹边唱啊 边吃串 边喝酒 人家那歌啊 那时候我是八 八十年代初嘛 大概八二八三年 那时候我去的时候啊 那时候流行歌曲 还不怎么流行呢 所以那新疆人唱的歌 咱都听不懂 但听不懂呢 特好听啊 就我们现在这歌都叽叽歪歪 你也不知道他唱什么啊 而且老是个人那事都含浑不清 那新疆那唱歌 虽然你听不懂 但你能感受他那种热情啊 人家唱完了 人家也不管你要钱啊 不像我们 我后来在内地碰到有些 你吃饭的时候旁边有人唱 不给钱不走 人家那不是 唱的不是高兴 你愿意给钱不给钱 你不给钱 他别给了钱还高兴 人家走了 啥事没有 人家不是为这个 就谈唱为了挣钱 不是 他是为了他的快乐 尽管你愿意给他点钱 你给他钱和不给他钱 他对你的态度没有丝毫改变 这是我当时去新疆的时候 感觉最神奇的地方 就是人家不为钱活着 人为高兴活着 钱为这高兴使着 我们今天差不多都是翻过来的 那么我们的历史啊 到了这个 魏晋南北朝时期啊 我们就可以啊 对这个烧烤做一个总结了 中国有一个非常知名的古籍啊 叫做齐民耀术 北魏书成书 作者是贾思协 他被誉为中国古代农业的百科全书 他跟这个宋代的孟希比谈 那明代的天宫开悟啊 都属于一种生活指南类型的一种书啊 生活工作指南的这样一种类型书 齐民耀术当时呢 这书中有专门的啊 就列有 制法这样 这样一个章节 他收录了 北魏 以及北魏 以前大概有21种制法 就这个怎么烤肉 你说这啰嗦不啰嗦 咱就一种烤肉 不就烤吗 人家总结出来21种 那么后来到了隋代啊 隋代这个隋书上 有明确记载 他说这个 温酒以及炙肉啊 用石炭 柴火 烛火 草火 等等 气味各不同 我先告诉你 什么叫石炭 炭我们都明白 是拿木头烧的啊 是拿木头做出来的 那叫木炭 石炭是什么呢 就是煤 就是咱使用的煤 古人叫石炭 那么在隋书上讲呢 就是你用各种各样的燃料 烤出来的这肉呢 气味各不同 这个很有意思 他就说呢 你不同的烤串 得用不同的燃料来烤 特讲究 我们现在就没什么了 就除了炭烤 就是拿煤气啊 煤油是肯定烤不了 烤完了上面 全是煤油味 煤气烤的那个 我也不得爱吃 就是虽然它没什么怪味 但它也没什么好味 是吧 那么原始的这种烤法呢 就是要吸取自然之精华 什么是自然之精华呢 你比如北京 明吃北京烤鸭 北京烤鸭拿什么烤啊 最讲究的啊 人标榜的一定是果木烤鸭 果木 其他的木都不行 你知道他为啥用果木呢 因为果木啊 它本身没有异味 你比如你拿松木烤 它就有松烟子松油那味 你要喜欢吃行 你要不喜欢吃 你就咽不下去 对吧 松柏之类的木它都出油啊 所以它那个燃料中 它会有那个油烟子 果木没有 那人说你拿果木烤 这有多少果木 供进烤鸭呀 它就多 因为北京地区 以及北方啊 大量的种植果木 什么叫果木呢 苹果树 梨树 等等 这些树 第一 长不太大 一般你去看那个果木烤鸭 那都是比胳膊粗点 比腿细点的木头 这种树长到十年以后 就不怎么结果了 不结果就把它砍了 所以呢 这个果园啊 到一定日子就全砍了 砍了又重栽 重新栽新树 一般三年以后就结果 说桃三离四的什么 我也说不清楚 那么这种果木呢 就变成了一个 源源不断的 能够给这个烤鸭提供燃料的 这样一种材料 所以果木烤鸭 就逐渐逐渐的 就形成了北京烤鸭的一个 一个可以标榜的品牌 那么古代的时候 它用各种木头去烤呢 你知道啊 我吃过一种用草烤的 烤的这个鱼啊 它就有那个草的香味 所以啊 各种燃料呢 它烤出来的东西 味道不尽相同 那么到了隋唐以后啊 隋唐 烧烤的品牌就开始丰富了啊 那时候的这个 当事人的这个笔记中呢 关于烧烤的记录就特别多 比如有什么呢 有灵霄制 这个这个 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 说不清楚啊 他说是用那个喜鹊的舌头 和阳心的尖 还不是阳心啊 还有驼风质 驼风质 我想是不怎么好吃 软塌塌的 全是脂肪啊 等等等等 就是当时还有虾 什么这些烤的这个 烂七八糟的东西就开始增多 今天你比如我去吃烤串 我就不喜欢吃乱七八糟的 我就喜欢吃纯粹的烤肉 你烤牛肉也行 烤羊肉也行啊 反正烤猪肉不再喜欢太油腻 我们讲过很多次啊 中国人的生活习惯是 送以后跟现在就差不多了 但唐以前跟现在差距就比较大 为什么送以后跟我们现在差不多呢 就是因为很多科学技巧啊 都发明了 比如烹调技法 迅速就丰富了 那么烹调技法一丰富 原始的烹调技法呢 就开始退步 或者说这个现象就少了 比如烤 是吧 烤它就不作为你吃饭的主要形式 你想今天我们再喜欢吃烤串 我们也不可能天天烤肉吃 烤不了三天你就扛不住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今天的烹调的技法会非常的丰富 烤呢 就变成了你这个 吃饭或者说吃食的一个调技 由于啊 这种烤的这种形式啊 比较原始 后来就在正式场合 渐渐的就退出了 它不高级 你想想 今天如果啊 我们国家举行盛大国宴 招待外国使节 说这个整个后猪拿出来全烤串拎着啤酒 你想这个 这场合不堪啊 就受不了 所以后来的吃饭就越来越会装 就把这烤肉这事给剃出去了 那你想想啊 这个宋代啊 我们今天你要拦着路边一个吃饭的人 你说你得 你知道宋代最有名的菜是什么吗 那每人一定说 苏东坡发明那肉吗 你知道苏东坡为什么发明这个东坡肉呢 我给你讲个简单的这个知识啊 我们今天啊 我小时候什么肉最高贵呢 猪肉 猪肉九毛多钱一斤 牛肉次值八毛多钱一斤 羊肉更次值七毛多钱一斤 我小时候很长时间肉就这个等级啊 本人不是说在农村的时候做过这个大厨吗 负责去买肉 就知道这肉多少钱一斤 那么什么时候这个 这个牛羊肉猪肉之间价格比较混乱 就是说这些年慢慢慢慢混乱了 今天你也很难说是猪肉贵 还是羊肉贵 还是牛肉贵 反正你买那最好的全贵 那么你们俩别打架啊 别打架过来 来别占人家地儿 过来 请上 别打啊 来 别打架 来 来 过来 我们这个平时还得劝着点架啊 猫和人没啥区别啊 有时候也有冲突 可是我们往一千多年前去推 我告诉你推到宋代什么肉最贵啊 羊肉最贵 羊肉不仅价格贵还高贵 这苏东坡为什么发明这东坡肉呢 是因为苏东坡被贬 吃不上羊肉了 被迫吃猪肉 猪肉有腥骚味啊 你不吃猪肉的人一吃那受不了 你不信你们谁有 就吃猪肉的人 谁能坚持半年不吃 你回过头一吃 你马上就吃出那味 那么这个猪肉的这个腥骚啊 这味怎么去处理掉呢 苏东坡就琢磨呀 用各种佐料去折它呀 好好去做呀 就做出了美味东坡肉 就是我们的红烧肉 当时苏东坡还写过一个著名的猪肉送 他说 黄粥好猪肉 嫁贱如泥土 贵者不肯吃 贫者不解煮 早晨起来打两碗 保得自家 君莫馆 这是他当时写的这个有著名的这个发帖 有功夫 你们网上搜一搜都能看到 这猪肉跟羊肉比较起来啊 这猪肉确实有点问题 有什么问题呢 他这问题啊 是他不能多吃 你比如咱们 举个例子啊 你要去吃涮羊肉 你涮上一斤羊肉 你吃的多撑啊 你一会都消化了 你要涮一斤猪肉 你吃也去试试 你不得病就算你身体好 那为什么解放后猪肉给排到第一位呢 就是因为猪肉不能多吃 猪肉肥腻 那时候我们小时候去买肉啊 到这个富士店去买肉 买二两 来两毛钱猪肉 给你切一刀 那么薄薄的一片二两肉啊 回家全家就吃这二两炒菜 这猪肉的肥腻呢 就不绝的了 因为你不能吃啊 不给你那么多吃啊 那么牛羊肉 因为你能吃啊 给你二两羊肉 你跟没吃一样 所以那个羊肉的吃的量就大啊 我记得啊 这个改革开放以后呢 就慢慢的流行呢 开始大量的食肉啊 就生活改善了吗 有成果了吗 吃肉 这吃肉呢 先流行吃涮肉 涮羊肉啊 过去一年吃不上一回的涮羊肉 后来天天吃 它不流行烤肉 为什么呢 这个涮肉相对烤肉来说 还文明点啊 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啊 八十年代末 九十年代初啊 我那时候吃饭的钱总是有 我特喜欢招朋友吃饭啊 我们有一回啊 去一个这个涮羊肉的一个店 一进去 我们就说啊 跟老板说 说我们一桌啊 十个人 一人两斤羊肉啊 老板就愣着看 我们那时候还怕人短秤啊 直接派一个人到后处 盯着他啊 挨个锅上盘啊 腰出两斤装一盘 腰出两斤装一盘 这十盘肉全端上来 那么大一盘 这十个人上 全大小伙子 蹭蹭蹭的 全都给吃光了 一人吃两斤羊肉 啥问题都没有 你这想 这怎么能吃两斤呢 我觉得这一桌子 也吃不了一斤 因为今天的生活太好 你也没有 这个能力去吃肉